大家好! 佩佩跟粽子的是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蓮倉 蓮倉很大 所以先從薑汁殿開始說起 薑汁殿是在海邊還蠻漂亮的電車 然後拍照還蠻多有趣的景點 今天主要想介紹兩個景點 第一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就是灌籃高丑那個經典的平礁道 那個平礁道就是可以電車跟海一起拍得很漂亮 然後那個點在蓮倉高校前站下車走到旁邊 一點點就是那個平礁道 大家可以模仿的片段做一些有趣的照片 然後第二個點是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 玉林神社的地方 在那個神社呢我們可以就是跟鳥居和電車一起拍照 電車就會從神社的正前方過去 那如果就是對焦對好的話 可以拍出蠻有趣的照片這樣 大家如果有到蓮倉去玩 一定要去拍拍看去玩玩看喔 那接下來就是照片現場啦 YouTube A影片 China